你 俊铭 对 我状况不太好 我刚在楼下尝一口甜茶 我什么甜味都尝不出来 对 我试过了 水果也一样 代糖也一样 我 好 知道 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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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里面有一只手机 尽快啊 谢谢 谁啊 先生 你好 我是客房服务 你 我 你们准练服务这么快啊 快吗 非常 我们酒店的服务特色 就是快速反应 听说您刚刚捡到了一部手机 给您带来的困扰 我感到非常抱歉 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清此事的 那我就先不打扰你休息了 祝您 肉处愉快 好的 晚安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是移民英国的中餐厨师 查我 你偷听我讲电话 我没偷听你讲电话 你们酒店允许偷听客人讲电话是吧 不允许的 不是 我真没偷听您讲电话 我就是不小心在那睡着了 然后我就今天有什么东西 睡了 睡得舒服吗 那挺 对不起啊 姜先生 对不起 姜先生 实在是抱歉 我先替我们酒店向您道个歉 如果您有什么赔偿方面的需求 宁静管题 我们都可以满足 那就不必了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再帮我把房间整理一次 救他 姜先生 浴室我已经打扫好了 我再次向您道歉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酒店 他不追究你是他的事 但是我不能这么放过你 去 再把马桶消毒三次 我已经做过了 浴室里边的每一样东西 我都消毒了三遍 我不相信你 看我做什么 自己做错事自己承担 你做什么 这是马桶里的水 这是马桶里的水 我这么做是为了向您证明 我个人的行为不代表酒店 还有 请您相信 浴室我真的有任人 真正地打扫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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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ざいま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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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宋依然 我也算对的心意了吧 你好 两边请 谢谢 你好 请问您是有预定吗 对 叫宋依然 好 稍等一下 不好意思 这边没有宋先生的预定 你不会啊 他跟我说让我来试吃的 我知道了 他的包间 我就直接带你过去 你好 里面请 前面就是了 你好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进 这么多人啊 这么大的活动 他怎么可能只请你一个人呢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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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请把你对菜品的意见 寄在这意见单上 别忘记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你不会 谢谢啊 是不是 你不会发生事 应该把你舔 来 来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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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再座各位 你们的意见和想法 我都会转交给江先生 如果江先生对您的意见满意的话 我会联系您进行下一步考核 再次感谢大家 你刚去哪儿蹭吃了 他们在里边搞一个什么试吃会 我以为跟你说的是一回事 吃的倒是挺好吃的 那米歇天大厨也怎么样 我新请了厨师 试试 看味道怎么样 一道蝶鱼料理由小见大 江先生厨艺造于冠决中心 手法都不定 下一份 我的体会是厨艺不光是味道和滋补 在现阶段必须在科学上 下一份 最后一份来江先生 五个城市九九个人 你们找到什么 九十八个人 今天只有十四个出师 十四个 不是来十五个吗 后来到了一个女孩 但是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 我没有拿她的意见单 她连名字都没有认真填写的 什么你猜 然后两重草香味太浓了 明明就是来捣乱 两重草香味 是的 怎么了 你确定她说了两重草香味 是的 怎么了 我们在做素食的时候用的市场 像是Sophion Blanc的白葡萄酒 是带来草香味的 是带来草香味的 可是怎么还会尝出另外一重 艾丽丝 你记得我们去买这个黄油的时候 生产这个黄油 若能跟我们说过什么吗 她说她们家的奶牛 中期一生只吃草 绝对不是人工饲料 对啊 有什么问题 查出她们添加资料了吗 不 完全没有问题 她们说了一点都没错 所以她们生产出牛奶 再做成黄油 黄油里面自然带来草香味 就这也能尝出来 这太神奇了 是啊 咱们这料铁鱼料理 饮料多 步骤多 画外反应还那么复杂 黄油里面的草香味 非常能尝出来 再加上几乎蒸发干净 葡萄酒里面才能有草香味 这样双层含酿的味道 都能够尝出来 就由你猜的味觉 能力非常罕见 李彦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好的 江先生 林可颂 人事部记录里显示 昨天你受到了客户投诉 处分事迹大过 你能解释一下吗 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好 不过我已经找客人倒过钱了 而且客人也说了不再追究了 客人不追究 并不代表酒店也不追究 虽然你实施器表现不错 但是酒店有规定 所以宋氏集团不适合你 好 抱歉 那真是 你别视为了 来 妈妈 здесь 那里也是 就这样 只是什么 你看 飞 您可送了 对吧 出什么事啊 你怎么哭了 关你什么事 我酒酿套好吃了不行吗 吃着普通的酒酿 有什么好吃的 怎么就普通的酒酿了 你吃过吗 你不知道食物的味道 和人的情绪 有很大的关系吗 自己多了点不行 做个饭 两重草香味 你说什么 你是那个女菜 怎么 以前没人说过你做饭难吃 你是第一个 但是他们对你太客气了 等等 我想请你做我的导游 三天 带我吃一下这附近好吃的东西 三天我给你一千块 你是不是嫌钱少啊 要不这样 一天一千 大哥 你钱多得烧得慌呀 你不请那些大叔 你请我干什么呀 你就当成是我钱多吧 而且我不喜欢那些大叔 他们脑子里条条框框太多了 而你不一样 你不但喜欢吃东西 而且现在看起来也有空 拜你所思 我现在特别空 能一天一赴吗 能 可以 我也想不出别的什么条件 明日早上八点 亮社酒店门口见 不见不散 记住 别迟到了 去 来 吧 好 江先生回来了 怎么样 独自探电 成果如何 很好啊 收货非常大 不过对不起啊江先生 我被拉黑了三十多次 被骂了十几次 还是没找到你 蔡小姐 人不用找了 我已经找到了 意思 明天我不回上海 我得考察一下这个人 这人是谁啊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 就是那个在我房间睡着的实习生 那个喝麻烦水的女孩 是啊 上天直接把我要找的人 送到我房间里面来 这也算是天意吧 对吧 李燕 对 这是缘分 可是这个人不仅不是厨师 还擅闯你的房间 误守规则 就算未决再领 那也不能收啊 其他东西都可以后天培训 舅舅未决是天赋 这样人才可遇不可求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终于来了 杰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现在都快中午了 那不是因为路上 也不是很堵车啊 不就晚了 那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分钟吗 今天先这样 明天绝对不可以 好的 来 来 来 林小姐 我说不可以 是真的不可以 再有点心思来 我们不好一起工作 对不起 我明天一定早点来 明天天没亮 既然没洗床的时候 我就要走 走吧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 这三天是他对我的考验 这个考验 决定了我医生的秘密 秀龙 你等我一下 好吃 再来啊 谢谢啊 那给我两盒定身高 好的 来 来 早上起来吃个丁盛糕 有个好兆头 我不要 我讨厌甜食 怎么了 觉得吃甜食没有男子气感 你闻闻 这是糯米香 而且这里边的豆沙馅呢 不是一般的豆沙馅 是五种豆子磨成的 我讨厌甜食 用给你写下来吗 安全带记好 走了 这边啊 来 给 你这一杯呢 叫苦却东南飞 我这杯叫 一去天涯忘不回 请慢用 谢谢啊 怎么又来了 我说过我想吃的是食物 不是名字 给人家食物起个好听的名字 怎么了 你这个人呢 就是岁数大 成绩也多 一早上起来脾气还不好 你说我还没有 你这杯呢 本来杭州人讲究喝绿茶 但你没吃东西 喝绿茶就太利了 所以给你点了水果 还有柠檬茶冷泡的饮料 省了一会儿饭地月糖 你那什么 我这个 柑橘普尔 我得解一解 那定生糕的腻 一会儿好吃别的 这点心看起来不错 再弄几分来 你傻心疼 你不错 吃吧 这个呢 是香葱丝糠 这个是牛舌饼 应该是北方的 这个是四川的那个什么 椒盐桃酥 这 怎么有咸淡黄的味道 我能不能再点一杯啊 行啊 要几杯都可以 莫言 你什么时候发现 你有两个味觉 量力高吗 这个应该算是 因祸得福吧 上初一那一年 我为了挣到 两百块钱的奖金 给妈妈买收入蛋糕 参加了一个吃辣椒比赛 一口气吃了十四颗 世界上最辣的母味椒 里面有 我得了第一名 但是也突刀不醒人识 行啊 还好有一个我的同学 碰巧也在场 柠檬 把我送离医院 我也因此跟她认识 香菇 出院之后我就发现 我的味觉 预察 愚软比之前零女糖 一万倍 怎么还有墨水啊 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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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故事倒还是挺神奇的 那我问你 那你对所有味道都很敏感吗 基本上是 只要是我尝过的东西呢 我都能辨别得出来 不过有一个东西 我始终没尝过来 试试吗 什么东西 有个家我特别爱吃的烤鱼 他们家那个鱼里有一种调味料 我始终都没想出来试试 那行 你带我去试试看 我们晚上再去吃哪个 他们那儿呢 只有晚上再开门 行 嗯 你以前常吃这些小吃啊 这不是挺正常的吃的吗 先生 来 你没吃过啊 你偷一会儿 好吃吗 吃得挺好吃的 来 你的 谢谢老板 多少钱啊 老板 哦 十二块 找二维码 喂 怎么了 喂 老练 你那个面试到底怎么回事 别提了 你现在跟谁在一块呢 我跟你说这事说来话长 走吧 江先生 我有一个朋友 他想跟我们一起去吃烤鱼 你介意吗 介意 那个 那个什么 就是我本来想说服说服你的 那你说服试试 就是他是我一个关系 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当年就是他送我进的医院 所以 你现在的工作 非得要现在吗 怎么去这家店 只有他 我对你来讲很重要 那行 你去吧 谢谢你啊 江先生 其实我跟你说我那朋友 宋依然 这个是江先生 英国的主厨科业 你好 你好 大人物 一会儿路途比较远 你能跟上吧 行 咱们出发吧 老林 上车 今天先不坐你车了 那个 他今天是我老板 我得坐他车 再说了 他因为到时候丢了 找不到路干吗 你先过去啊 我跟上你就说 好了 从认识他的第一课起 他就老是一副心事重重 不好相处的样子 像个大冰块 非常低气压 那时的我 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还一无所知 不好意思啊 在他身上习惯了 在他身上习惯了 护士有没有觉得现在有一点安静 想听一点歌呢 没有 嗯 古法觅制的拉烧鱼和鸡尾 请慢用 慢不了 想想这一口 我也是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喝的 只要一到这个地方拿 我这个就跟那个无底供似 在别的地方有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我可以做什么 闭嘴吧你 好吃的也堵不住你的嘴 我能在这里边尝出山椒 青椒 红辣椒 还有花椒 还有豆豉 还有葱姜蒜 还有生抽老抽的味道 一共十种调味料 还有一种我怎么都尝不出来 你们确实吃不出来这是什么 是什么 天佳祭 啊 怎么可能 我来这家很多次了 不可能啊 就是啊 钱先生你可能不太了解 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是不合法的 那赶紧报警啊 报警也要讲证据的 厨师为了入味 在帮鱼肉去腥的时候 会加上一些调料 在鱼肉身上涂抹 再过油炸 鱼皮炸锅之后变成金黄色的 而和鱼皮相连的鱼肉 变成蛋黄或是白色 你们自己去看看 鱼肉什么颜色的 看 看不出来啊 另一边 鱼在过油炸的时候油温大了一百三十度 而添加剂 在涉饰一百一十摄氏度的时候 会呈现微微的玫瑰黄色 可是我们吃了这么多次也没事啊 因为尽量少 容易代谢出去 一般人的味觉非常主动 根本尝不出来 粉嫩粉嫩 粉说明嫩 你作为一个大厨 你心里怎么这么狭隘啊 这承认我选的地方 做饭好吃有这么难吗 就是啊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敢看这种事吧 那随你便 爱吃多十点 我这暴脾气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你在胡扯呢 要不这样 我们打个赌 赌什么 这个地方十点钟下班 下班以后 我们来个夜风厨房 如果找到了 我给林克松一钱 如果没找到 你给林克松一钱 怎么样 可以 我再多加一钱 我再多加一钱 好 好 来来来 我的妈呀 小小快 天气滑 我的妈呀 你滑点 你滑点 好 走吧 晃得 哪里 我 我 你滑点 你滑点 你滑了 走吧 吓死我 出发来两件 快点知道 不要 慢点 被人看见了 妈呀 不对 江天帆吗 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走了 还这么大厨呢 这大厨走了 咱俩还要去干吗呀 当然要去了 咱们得这厨房证明给他看吧 这两天晚上也淋下来 要不要吗 当然有病 你走啊 你拿大了 喂 慢点 噓 喂 喂 你怎么进来的 门口找安松了 你们怎么进来的 程庄在那儿 走吧 等等 霸风 为什么是我 走 你看 这东西咋得更压力啊 我是啊就知道了 这种东西也不应该按到乱批铁铁铁的地儿 咋到哪儿了 你注意一下 有可能是快妆 有可能是粉妆 快妆 粉妆 是哪有粉妆的呀 哪有好多粉朵 来来 我粉朵 怎么样 找到了吗 谁呀 是不是有事啊 有毛呢 不会吧 过去看看 干什么你 有人来了 我赶紧退个地方躲起来 我拿好 我拿车 两人不能闭嘴 不想 你说是谁会来厨房偷东西 门怎么锁了 平时厨房不锁门的呀 对啊 难道 难道真的有贼 你等着 我去拿钥匙 快去快回啊 我怕 这臭嘴 喂 大人给后门 面前掌 你别走啊 喂 都管你啊 把我什么事 喂 过来 站住 别跑 别跑 别胡的 快走 快走 别跑 你这个小偷 你还要跑 快跑啊 老林 不是啊 来人了 喂 放开他 放开他 快走啊 走啊 别跑 别动 老林 别动 别动你 他不落水了 放开 别动 别动 站住 站住 老林 起来 放开我 别动 再动不可能 你们大半夜摸鱼 很好玩吗 警察叔叔 我们就不是摸鱼 也不是入室道歉 更不是斗殴 这根本就是食品问题 你们就是贼 添加计 你们有证据吗 对啊 你们有证据吗 你警察我警察 证据吗 那得问那个先生 是他手有的 你 所以呢 证据站你找不着 找不着 根本就是没有 对 根本就没有 呀 这在那边 那个十字链 不是 警察同志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说开门呢我 警察同志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是说开门呢我 我只是一个打散的 你们下去还是我下去 自己交上来了 叫主动承认 如果被我们找到了 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我我我我去找 我去我去我去 我去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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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 我去我去 警察同志 进去 这跟我们没关系 坐好 警察同志 给我去 老林 你是懵的吗 你怎么知道那个 证据就在你池子里 谁说我是蒙的,我是尝不出来的 就算里边有遗伞,那么大一片水池 你怎么可能尝不出来 怎么可能尝不出来 池子里的那个味道 就跟咱们吃辣烧鱼 我死后尝不出来的那种味道一模一样 不是不听音乐吗 听音乐主要配合心情 想听的时候就听咯 明天有什么计划 没什么计划 要配合心情 不能还不能还 来来 你怎么这么早啊 我今天还特意着急了 总穿重设期间没工作了 我今天都不是好听的 走吧,我饿了 有个固执的念头 有个固执的念头 等青春过去会不会放空 我放空 好了,谢谢 我整夜的白日梦 还要来过了多少一个春秋 还要够 有个固执的念头 把所有最高智慧都知道 有个固执的尺寸 有个固执的词得 有个固执的蜘蛾 能够看什么 有游松的蜘蛾 我今天只会有点误划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听的名字 叫心中鱼泪 心中鱼泪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知道小鱼他是在水里 所以小鱼流泪的时候呢 就跟水融到一起了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流泪 可是小何知道呀 因为小鱼的泪留在他心里呀 这名字听起来就是小胡娘曲的 不像这家店的风格 吃吧 因为是我先编的呀 吃吧 你看啊 这鲼处理还算不错 但可能是怕鱼肉不够鲜嫩 所以入味的时间不够 导致这些豆腐入味不均匀 本来这道菜还算不错的 但太过小心翼翼 反倒有点可惜了 吃都没吃呢 你就光看看就行了 你看话了 要不这样 咱们玩点小游戏 这四块豆腐 由左至右 入味的顺序 由浅之身排列 你来试试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 这是你排好的 嗯 终于有你一次了 你这两个数据颠倒了 明明的是这边的味道淡一点 这边的味道深一点 不过也行啊 你光高看的能排成这样 已经挺厉害的 哦 所以是我错了 嗯 我先看看你手机 又出了 嗯 出了怎么会啊 他们明明都是一锅里出来的 怎么会有的味道重 有的味道大 因为在锅里的位置不一样 没那么简单 快吃吧 好 江先生 嗯 我真佩服你这意志力 面对这么多美食 你一点都不心动 我也佩服你啊 遇到食物就不要命了 难也拦不住 三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 除了吃吃吃 但是 桃儿也会问我今后的安排 后来我才明白 从那时起 他就已经有意的在引导我 走向厨师这条路了 好了 江先生 这三天的导游服务呢 到这儿就结束了 我还会找你 既然如此的话 我现在呢 要去参加一个聚会 你或许 顺不顺路可不可以 带我过去呢 其实很近的 来 你吃过糖葫芦吗 林小姐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 喜欢吃糖葫芦吗 因为他外面这层糖 但像我们招手 就跟暗恋一样 刚开始吃的时候是甜的 可是就越吃越死 就越吃越死了 来 你先起来 你起来 你喝醉了 我帮你叫车 送你回家 好吧 我还得工作 走 回家 回家 对 我要回家 不是 我能自己走 你放开我 这就是神光杭州最漂亮的地方 我们酒店这儿最漂亮了 行 漂亮漂亮 我只知道 这天等会儿就要下雨了 走 进去 我 我知道我自己是周小雅 但是就算是周小雅 我也想做她身边最特别的那个呀 我研究她喜欢的女生的类型 我报告她喜欢的专业 我不就是没看到告白吗 我太过年了 哎 你都敢跟我说那么多了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们 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们 我都想跟她说嘛 而且不是说那么多 我朋友在最上角 我又是 可恶了她不喜欢我怎么办呀 她面离不开我中了 我离不开她了 我太可怜了 我问你 我问你 那人是宋依然吗 她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你至于吗 至于 你同事没想爱吗 我被离不开她 我 她被 她被离不开我 成了我离不开她了 我跟你说 我是不知道 我只知道不值得 问那些事情浪费时间 而我知道是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 如果你想要靠下雨来惩罚自己的话 那我进去了 你回来 我难连就跟那桃葫芦一样 又酸又甜的 我又酸又甜的 我又酸又甜的 你吃不吃 你不吃我吃了 你不吃我吃了 我要飞呀 飞呀 飞呀 飞 我要 干什么 我要飞呀 别动 我要飞 走 走了 我要飞 你别来笑我 我要飞 我来给你点小讯灯 她怎么睡在这里 我让她睡觉了 所以说 这就是你这么努力找她的原因 是啊 别走 嗯 喂 你 又下雨了 喂 俊斌 一月四 千辛发烧的你知道吗 我刚才还跟她在一起 一点都没看出来 嘴嘴满上林雨宁的吧 自找 你现在赶紧给她做物理讲文 千万不要吃任何药 你知道吗 好 感冒发烧至于这么紧张吗 我实话告诉你吧 她现在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 我担心发烧会引起进一步的病电影 神经系统出问题是 是什么意思啊 她未觉失灵了 从什么时候 几个月以前吧 育萱刚刚开业 她来上海的那一次 主要是 对甜味的敏感度 没有那么高 但到了恒州之后 她告诉我 她说 完全尝不到甜味 我对她也尽管检查 发现未来细胞其实没有问题 但大脑感受不到甜味信号 所以说 一定是神经通路被阻断 只是感受不到甜味吗 目前来讲是的 但 随着病情的我演化 会不会恶化 这个我不敢确定 这样 别让任何人知道江先生生病了 这点你放心 好 再见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 林小姐住这儿是吧 我就是啊 你找我 不好意思 我们找的是林可颂小姐 你找她 有事吗 是我要找她 我叫江千帆 我想找林可颂 江千帆 我叫林小宇 林可颂的表妹 你好 你是来找她叙旧的 还是 林可颂在威尔之星大赛 填起的地址在这儿 请问她人在吗 啊 你们是来做节目的吧 我告诉你啊 虽然我很崇拜你 也想拜你为师 但是你想捉弄我姐的话 我是不会答应的 你们的幽默 已经把她弄得很伤心了 好吗 赶紧走吧 幽默 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 我做事特别严肃 我是要认真来收她做土地的 她在吧 可是 她拿的最低分啊 那不重要 她在吗 那个江先生是吧 林可颂在后面呢 我 我去找她吧 我能一起去吗 来吧 你在这儿等我 老板好 老板好 忙着呢啊 江千帆 江千帆 哥哥 快出来 江千帆 怎么了 江千帆 是她吗 是吧 肯定没人送 她送啊 她送啊 开门啊 叔叔 你们别闹了 我只想一个人待会儿 没跟你闹啊 这孩子 那有人找你赶紧出来 谁找我呀 是江千帆 我还拖马斯呢我 我这 就是那个江千帆 她说要 当你什么导师 说你当徒弟 叔叔 你别闹了 我现在真不想跟你开玩笑 别 哎呀 你傻孩子 我没跟你开玩笑呢 这小雨 要我当大徒弟 就当不成呢 你 你这么好的是你 林先生 我自己跟她谈谈行吗 那行啊 林可颂 不好意思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江千帆 是玉萱的行政主厨 我有事想找你谈谈 我跟你有什么好谈的呀 你是我当徒弟 别到时候又有人说我要高攀你 什么意思 谁告诉你说你高攀我了 你觉得你身边的母老虎啊 你说的是伊丽丝吗 如果伊丽丝对你说的任何不礼貌的话 或是一些不重听的事情 我在这里 替她向你道歉 别开玩笑了 你说我当什么徒弟 我妹妹比较喜欢你 你去说她当徒弟 你还想吗 林先生 不好意思 能不能让我自己跟林可颂谈谈 好 单独 行 行 那你慢慢聊吧 走吧 来 吃 走 好好好 林可颂 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曾经去过米其林餐厅用过餐吗 我记得杭州这个地方 没有出过米其林指南 所以我猜 你从来没有在米其林餐厅用过餐 邓云然这个人倒是挺有意思的 上次去鱼馆吃烤鱼的时候 他对我说过 他在香港的一家米其林餐厅吃过饭 他是怎么形容的 好吃到疯掉 我想问你 你这辈子疯过吗 他真的是太早事 真的不知道 对对对 叶姐工人的是你 太容易了 刚刚我已经说过 我是上海玉萱的行政主厨 而上海玉萱 现在已经是米其林两星的餐厅了 而且我们玉萱每个月会定时推出新菜色 如果你不信的话 你现在可以上网查查 怎么样 有兴趣吗 不出声啊 那糟糕 可能是我的餐厅没什么吸引力吧 我该自己好好检讨一下 我现在去告诉林先生一声 我去收别人当土地了 不好意思 打扰了 那我妹妹怎么办 你妹妹林小宇啊 她现在已经入围未来之星大赛的第八强了 而八强里面 除了我以外 还有另外七位导师 都是这个世界上最顶级的厨师 而我呢 是里面最不厉害的一个 现在你妹妹有未来之星大赛这个平台 她不见得会想再跟我学的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要不这样 你现在出来 跟我一起去问问她 那 你说的那个餐厅 我要是去吃的话用花钱吗 当然不用花钱 那是最简单的事情 而且我会教你所有我会的东西 你可以参加这个大赛 拿到大奖 让所有认识你的人都对你广目相看 那我是不是就是那种大女人了 当然 非常大 江先生 李先生 是这样的 我有个伙计 他们是在那个石库门厨师在梦里的 是 他知道你来了 所以在学里说你来了 这不大大家的很高兴 过来想想跟你喝个眼 可以 可以啊 是不是不开心啊 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刚才我在观网上看了 其他导师比他厉害多了 他选我 我还不一定学他呢 去 真的啊 我真的开心 真的啊 别担心了 走 短短几个小时 我就触底反弹 从被众人嘲笑的恶龙公主 变成了被众人羡慕的真公主 在大家的瞩目下 被神仙级别的江千帆 用八台大叫带走了 我该不会是在做梦吧 这么爽的场面 红衣人又是看到了 会不会爱上我呢 是 花山大山 签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去人海 确保你因为参加比赛 并且由我做你的导师 我已经签了就差你了 你来这里 还有这 大家都签了吗 你说呢 你这样 嗯 还有呢 你还没跟我说 你为什么选我不选小语啊 你知道海胆这个食材吗 当然 在还没被人们发现 她的美味之前 她的命运都是被丢弃的 一直到现在 她是全世界人们 疯狂喜爱的食材之一 对某些努力的人来说 也是一样 只要持续不断努力 总有一天 会被人发现其价值 我说过 你是一块蒲玉 那你就应该努力 别像石头一样活着 蒲玉 蒲玉 还第一次有人那么说我 那我有什么天分 你对食物富含感情 还有少见的执着 最重要的 是你敢说真话 这些都是成为一个 优秀厨师 缺一不可的关键 对食物富含感情 那不就是贪吃吗 我可以负责任说 你的味觉能力 跟下低 什么 那一刻 我真的以为 他是个伟大的 爱惜人才的伯乐 跋涉了千里万里 只会找到我 然后把我培养成才 为世界厨艺事业做贡献 那时的我 对他隐藏的目的 一无所知 哎 当初是能赚这么多钱吗 这房子是我朋友的 他人不在国内 所以我帮他顾一下 什么朋友 这么大方 怎么 喜欢吗 这么大的房子 谁不喜欢 喜欢的话 从今天开始你就住着 我住在这儿 对 你的基础太差 必须进行三个月的 全封闭训练 封闭训练 你来的时候 怎么没跟我说是封闭训练 我没必要对你早说 而且你也只能接受 你不仅仅要住在这儿 你还得遵守我所定下来的规矩 什么规矩 第一 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 锻炼 做早操 你这时间定得太早 我起不来 第二 三餐定点定量过时不后 第三 吃取是规定的食物 放下 第四 不许喝酒 第五 超过晚上九点千万不要洗澡 不是 我觉得吧 你这些规定不太合理 你这个规定应该反一下 我这样 四点之前就必须得睡着 然后呢 转天九点之后呢 才能起床 你觉得这样怎么样 我习惯每天定时定量且规律的运动 你也得一样 哥 你看看我 这么年轻 不需要吗 年轻啊 第六 不许随意外出 第七 一天只许上网一次一次不能超过一小时 不是 你这个人是听不懂我说话吗 我都说了 你这些要求我做不到 那我就再多加一条 第八 不许发表个人意见 不要浪费时间 我还觉得你浪费我时间呢 就让人想都想不出来 不准备 还不是你的 我不干 你以为所有大女人都天生呢 你以为所有大女人都天生呢 我住在哪儿 你呢 这里呢 是江先生的书房 你呢 暂时就先住在这里 林小姐 您的行李 李妍已经帮你去取了 林小姐这个名字有点太双书了 您教我可颂就行了 可颂 油酥面包 真是个温暖的名字 那 我就教你小面包吧 好 我带你参观一下 来 姐姐你叫什么面包 我呀 叫妮娜 在江先生身边已经好几年了 你看 这里是健身房 江先生的卧室在那边 你看 这个是江先生的厨房 不过呀 没有他的允许 一般人是不可以进的 这里呢 是我们的露台 这些都是江先生种的香料 你看有百里香 罗勒 这是迷迭香 这里的空气非常好 如果你晚上想来透透气 这里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 薄荷 薄荷 我认识 那小面包 你就在这儿参观一下 有什么需要随时告诉我 我先下去了 谢谢您 妮娜姐 不客气 嗯 屈蚊草 这么多啊 辣椒 喂 叔叔啊 可颂啊 你都好吗 我挺好的 那个谁啊 江先生打电话跟我说 你要去那儿住三个月 可问题是你爸那边 他那个脾气我清楚啊 有什么事情啊 也跟他说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呢 你先什么也别跟他说 我有机会慢慢跟他解释 这次机会难得 被他搅黄了 那就惨了 谢谢您啊 叔叔 还是你想得找到 记住了千万不能让他们来上海 要不然我就完了 行了 我明白了 可松啊 我先忙啊 有什么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 请挂了啊 江千帆被抢走了 这下连我爸也要被抢走吗 嗯 什么意思啊 说不计其实介意得很 是不是啊 丫头 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 那你就听我说 丫头啊 我知道 你现在心里头 对你姐姐特别不高兴 这我能理解 你想做江千帆的徒弟 结果她说了可松 你比可松还厉害呢 是吗 扪心自问 那换的是我 我也会很失落 可是丫头啊 这世界上没有应该二字 也没有如果 但有一件事 你给我记住了 那就是努力 她是绝对不会白费的 相信我 可林可宋实力在那摆着呢 江千帆宁可要她也不要我 我不服气 不服气 不服气好啊 那咱们就 赛场能见呗 不管哪个导师 愿意收留我 我一定会认证做 我要让江千帆知道 她选错了 我可以帮她 用它 我更感到 今天 那 我 好 我 我 是 我 我 站住 谁让你上来了 没有 我允许你不许进来 下去吧 女小伙子 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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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 晚上好 我可不可以借一件你的T恤啊 我这睡衣没打过 你干什么呀你 我没有睡衣 那你也有一半责任 谁让你不由非说的 你把我关进屁了 我这私人物品不见 别这么凶啊 你看我多贴心啊 我还给你准备了睡前酒 让你放松一下 第四条规矩 我说过你不能喝酒的 就这么一点点 应该没什么事吧 再说了 不是好多厨师都喝酒吗 厨师 是必须懂酒 你还不是厨师 好 我不喝 你喝 我的规矩是拿来征手的 你必须接受惩罚 我喝都没喝 我为什么要接受惩罚啊 十个养活器做 你别开玩笑了 二十个 我做 还有十三 还有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三 十七 十五 十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千帆用什么洗衣服啊 这么好闻 好特别的味道 就像躺在一个人的怀抱里 喂喂喂 我在说什么呢 难道 是躺在江千帆的身边吗 我才不要 这些许高的想法怎么进入脑袋里的 一定是被的逼风 嗯 嗯 感谢观看